好清晨五點多這輛轎車 在超商前停了下來 駕駛下車一身迷彩樁 手上還拿著東西 原來是一把開山刀 到超商裡面遲到搶劫 得手之後馬上又跑回車上 開車離開 警方追蹤車輛的去向 發現他的前後車牌都用口罩遮住 不過還是很快鎖定了他所在的位置 將人逮捕到案 放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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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警方查到他躲在汽車旅館 嫌犯是39歲的簡姓男子 他從台中開車到三億搶劫 之後又開回台中 然後搭計程車到汽車旅館 以為這樣可以躲避警方的查氣 不過警方很快就早上門了 趁著他外出購物的時候逮捕歸案 一名歹徒於清晨5點30分許 將車輛前後車牌以口罩遮蔽 持50公分長的開山刀進入超商強盜財物 店家損失49000億元 汽車旅館就距離他住家三公里遠 在他的住家穿衣進後方 找到了辦案室所穿的衣服跟刀屑 同時也找回了店家被搶奪的4萬多元 目前嫌犯已經被羈押 好把時間交換給棚內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10時 感谢观看